很多人都在问我 那你自己都用什么有机保养品呢 当然对我来讲啊 有机的保养品用多了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呢 Less is more 就是越简单的 成分呢 越单纯的 其实越能够达到呢 有机植物成分 它的功效 那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呢 是属于我们We Organic里面 最明星的产品 也就是我们的明星 蠢鹿花水 哈喽大家好 我是Iris 爱丽丝 唯有机We Organic的创办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近几年来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心到有机保养 那今天我要趁着机会 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自创品牌 唯有机We Organic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创业的计划 最大的原因是我成为了母亲 那我的女儿她的肌肤呢 是非常容易过敏的敏感肌肤 因为她 我开始去研究了呢 她平常要使用的一些乳液啊 或是各种产品里面的成分 也因此呢开始接触到了有机产品 之后我们搬到法国 旅居在那边 我发现到其实在欧洲呢 有机产品跟有机生活已经变成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活形态 我也开始关注到其实 有机产品它最大的价值 在于呢所有里面的成分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它是没有用任何的农药 会破坏到环境 也没有添加缩化剂 没有任何的辐射感染 而且她使用的包装品呢 多半都是可以自行分解再回收的 那时候我就发现到其实有机产品不只是对我们人类 以及对我们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就身为一个妈妈带着这样子的一份心情 我就决定要开始代理有机产品 而且是五年前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创立为有机 We Organic这个品牌 那现在几年下来我们也开始呢 在法国研发属于我们自己品牌的产品 希望可以把更多有机产品的美好价值 带回来给我们这一片美丽的家园 很多人都在问我 那你自己都用什么有机保养品呢 当然对我来讲啊 有机的保养品用多了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呢Less is more就是越简单的 成分呢越单纯的 其实越能够达到呢有机植物成分它的功效 那今天我真的很开心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呢 是属于我们We Organic里面最明星的产品 也就是我们的明星蠢露花水 不是明星花露水哦 是蠢露花水 为什么我会很喜欢这个产品呢 其实在所有的保养过程当中 我觉得肌肤是一定要随时随地做好保湿 但是呢在很多的保养品当中有一些补水的成分 往往它里面可能加了很多的防腐剂 或者是一些化工的成分 但是纯露花水呢它完全就是用植物 满满的植物 而且是没有用任何农药种植出来的这个植物 去蒸溜出来的纯露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瓶里面 它呢只有植物满满的营养跟成分 那纯露呢其实它在制造过程当中是非常复杂的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法国 我找到了这一家呢可以帮我做纯露开发跟生产的这个工厂 那当时呢他们就跟我说 其实纯露是一个非常难制造 而且品质很难稳定的一个产品 所以其实你在整个法国 你要找到可以做纯露产品的工厂 或者是这种研发商很少很少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在一整个大的蒸溜炉里面 它要放进满满的植物 那每一次它在蒸溜的时候 那个蒸溜炉里面是需要非常干净 不可以有任何杂质 而且它的水不可以有隔天剩下来的任何一点过夜的水 因为这样纯露很快就会过期啊变质 因为在纯露里面是不能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所以呢这一款纯露花水啊 我觉得是在保养过程当中 它可以直接给我们的肌肤最简单 最纯粹也是最直接的有机植物保养 而这些通通都经过欧盟ECOSER的有机认证 所以啊其实大家可以非常的安心 因为它里面百分之百全部都是有机 我们总共推出了三种不同的纯露花水 有玫瑰、薰衣草和天橱葵 适合不同的肌肤 而且是不一样的保养的功效 那像这一个呢 玫瑰纯露花水 它总共是用2000朵 大麻是个玫瑰所蒸溜出来的纯露 而且香味很香很香 就是蒸的那一种玫瑰的香气 那它的功效呢可以让你做一个紧致毛孔 还可以做到保湿补水 以及同时呢防止老化的功效 再来呢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这一支呢 薰衣草的纯露花水 这里面使用的是法国真正的薰衣草 大家也都知道在南法普罗旺斯 其实它最有名的就是它夏季的薰衣草 这里面就是使用呢这个有机的薰衣草 所蒸溜出来的 那它这一罐非常适合呢 就是混合肌和油肌的朋友们 所以如果当然的肌肤需要做这个油脂的一个调理 或者是毛孔紧致 其实它都非常的适合 再来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这一罐 天竹葵的纯露花水 它里面使用的是来自于 马达加斯加达的香叶天竹葵 那天竹葵其实这一罐 我特别平常都会拿来在我肌肤比较敏感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拿来使用 因为它其实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舒缓效果 其实纯露花水是可以平常呢 取代化妆水的这个步骤 又或者是说你家里面有一些高机能的化妆水 我会建议就是在洗完脸部之后 然后再使用高机能的化妆水的中间 请加入这个纯露花水的程序 那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也就是当你脸部清洁完之后 其实呢只要 轻喷在脸上 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花水分子它很少 那所以不需要拿着非常非常的远 那其实呢它的味道非常的疗愈 那你这样全部呢喷湿在脸上之后呢 脸部立刻就会进行保湿的动作 那我喷完之后我通常当然就是会清排 立刻就可以将这个植物里面 满满的营养跟成分呢 带到我们的肌肤里头 那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下一个呢保养的步骤 比如说衔接呢高机能比较浓度稠一点的那种化妆水 或者是直接进入到精华液就可以 那如果你用纯露花水来进行湿敷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安心 而且呢非常温和的湿敷的步骤 很简单 你可以用家里面的一片化妆棉 然后直接呢将纯露喷在上面 当你的化妆棉已经喷得就是饱满饱满 然后看起来很湿润的时候 直接在你肌肤特别干燥 或者是需要加长急救的地方呢进行湿敷 通常我都会敷一到十分钟 那敷完之后呢其实不但肌肤呢 状况会变得非常的有光泽 同时间你可以感觉到 嗯 好香的植物哦 会有一种身心很放松很疗愈的感觉 接下来跟大家示范的呢 这个是我们的迷你瓶 其实一开始在开发的时候啊 我们是做大瓶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法国整个做研发过程当中呢 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容量 其实很适合我们平常呢 在家里面可以做保养 但是产品上市差不多半年之后 就很多很多的客人跟我说 哎 爱丽丝你们有没有出随身瓶 就是我可以带上飞机啊 平常放在包包里 尤其是夏日呢非常炎热的时候 其实纯露还可以拿来做一个降温消暑 而且还可以消红的功效 像这一瓶呢 玫瑰天竹葵 我就非常常呢带在我的包包里面 因为平常呢可能走在路上 然后天气很炎热 或者是呢带家里面的小朋友到海边去玩 他们有时候会晒到整个背都看起来已经发红 甚至有一点点发痒 我就会立刻呢将这个喷在他们的肩膀上面 因为这样在纸外线的照射之下啊 我们的肩膀还有我们的鼻子 其实都会特别的容易发红 这时候你就可以适时的一直去用玫瑰天竹葵 来做泳水的动作 那因为它本身呢有一个调理的功效 所以很适合我们平常在夏季的时候用这个随身瓶带在身上 第四种用法呢其实可以拿这个纯路花水当成呢 发妆水来使用 这三罐呢不一样的植物香气都很天然 所以我们头发如果要散发出很自然的香气 它其实也可以拿来呢当发妆水使用哦 我平常喜欢用的是薰衣草 因为薰衣草的味道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很放松很疗愈 然后心情会很愉悦的味道 所以啊我平常就会喷在我的头发上面 头发就会散发出很自然的香气 如果你的发尾比较干就可以拿来做一个补水保湿的动作哦 最后一个功效呢这个是我那时候住在巴黎的时候 发现到其实当地呢那边法国女人啊都很有自信 然后也非常的知道怎么样自己的生活营造出一些情趣 有一次我到我一个女生的朋友家 然后我就看到他放一罐这个薰衣草纯路在他的床旁边 我就说你的纯路是因为你睡前要做保养吗 他说没有他都拿来喷在枕头上面 因为薰衣草这个植物其实它本身的芳疗效果就是猪压 然后会让你有助眠的一个芳疗效果 非常开心能够将有机产品的美好介绍给大家 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由就是在使用有机产品的时候 不管是有机保养有机居家用品都能够感觉到自己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地球能够贡献一份环保的心力 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体会到这一种纯净 然后微小的美好